BNT疫苗明天開打 全國有將近一百三十萬名的國高中生 就在自己的學校裡頭打疫苗 那麼醫生提醒 施打前一天一定要好好地休息 那麼主要來看 你前一天不要熬夜 然後建議穿寬鬆短袖 確認身體狀況 在接種之後休息三十分鐘 那麼另外就是你接種的部位 可能會有點疼痛 紅腫 然後會有倦怠 頭痛 胃刮 噁心的情況 第一劑施打後的發燒率 大概就是十趴 好 那有一些暈針的現象 說主要是經理因素 可以多休息 喝水是可以恢復的 那還有看下來就是 如果你空腹脫水 就不要打疫苗 所以大家還是吃飽 那麼坐姿平躺進行 接種都可以 那麼接種之後 觀察個十五到三十分鐘 那麼學校的部份 今天也都不斷地宣導 要大家不要空腹前往打疫苗 那麼就怕意外發生 學校早就做足準備 像是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他們就特別安排救護車 在現場待命 私立太北高中 也將所有的動態課程暫停 都改為靜態模式來進行 那麼指揮官陳時中透露 說這次學生施打BMT疫苗 各個縣市進度不同 預計是會花兩個禮拜完成 體育館內桌子椅子全部排排站 救護車防護措施也全面備足 22號全國將近一百三十萬名國高中生 準備開打BMT疫苗 學校早已做好萬全準備 跟中校醫院這邊做聯繫 護護區所有一些這個安全的 這個譬如說有氧氣 這個AED 那救護車也在學校的這個側門這邊待命 以台北市育成高中為例 有一千七百三十六名學生需要施打 消防安排從早上九點半開始 分六個梯次進行 也特別提醒學生施打 當天要吃飽 不要空腹 前一晚更要好好休息 第一劑BNT副作用最常發生接種部位疼痛 紅腫或是全身震怠頭痛 不過通常在幾天內就會消失 只有百分之十的機率會發燒 另外幾小部分的人會發生心肌炎 若在接種後十四天出現胸痛 呼吸急速就必須儘快做醫 但發生機率不到萬分之一 如果真的不舒服 可以請三天疫苗假 只不過接種疫苗後 不介意做激烈運動 學校體育課該怎麼上 主委昭新也說各縣市施打時間快滿不同 大約會在兩個禮拜左右內完成 平時還是要維持勤洗手戴口罩 千萬不要讓防疫鬆懈了 黃氏新聞陳一瑋高采薇台北報導 合作 啫喱